你想干什么 你那个人回来好心看 你居然还打他 你怎么不问问你的好女儿 夜眼一都做了些什么 老叶 我又刚回来 那话你跟她好好说 她能理解的 就是的 好吧 姐姐可能都是无意的 我没放在心上 你当然不会在意了 你毁了我的订婚宴 抢走我的未婚夫 还差点害死你 你多得意啊 哥 不管怎么样 你和傅北京婚约 不能续交 为什么 你能嫁到傅家 那是你最好的归宿 傅家的财力和资源 可是能给我们莫得的助理 除非 你能嫁到陆下 可是你的名声不好 陆下看不上人 这个光荣的神秘 还得交给你妹妹 为了钱 就可以连廉耻都不要 你不要 怎么这么对你爸爸 你这事 我给你养你 没想到 她公主的仇人来 别把话说得那么好听 你别忘了 这个公司是谁的 叶氏警官是我母亲一手创业 而你呢 嫁她死后没多久 就带着叶燃英姑女进门了 这个公司本来就应该由我记者 笨复出 你一直趴在我身上 继续 喂 伯伯 阿叶 老叶 谢谢 伯伯都是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呀 哎哟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怎么了这么计较呢 是吗 今天我就计较了 叶燃一 五天之内给我滚住公司 我要结果了 谢谢 你 你是在逼你 别怕 你别忘了 我刚把收起的音乐室 结婚后才接管公司 现在 你别想了 该死现在的应该是你了 我已经结婚了